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学期将有来自不同学校的八位老师和大家共同学习高中的信息科技课程 为了更好的开展教学 我们对学习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 可能和你的教材单元不完全一致 但是没关系 你一定可以在教材中找到学习的内容 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的学习 计算机中的信息编码 本单元共有三课时 分别是第一课信息与数字化 第二课境位计数字 第三课数字转换 今天是本单元的第一节课信息与数字化 第一课信息与数字化 本节课我们将学习以下几个内容 1. 信息的概念 2. 信息处理 3. 生活中的信息编码 4. 信息的数字化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第一部分的内容 信息的概念 小达收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 通知他8月10日上午9点到教学楼一楼报道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达报道那天的故事吧 7点了 该起床了 外面的天色有点阴沉 会不会下雨呢 听一下天气预报吧 今天阴道多云 最低温度24度 最高温度30度 不下雨 那就不用带雨伞了 今天第一次去学校 还不知道怎么走 还好有手机导航 就按照导航的提示走吧 学校到了 教学楼在哪里呢 看看指示牌吧 哦 是往这个方向 前面就是教学楼 找到了 通过小达的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 小达通过不同方式获取了各种各样的信息 通过录取通知书 获取了报道时间和地点信息 通过闹钟 获取了时间信息 通过天色和天气预报 获取了天气信息 通过手机导航软件 获取了交通信息 通过学校指示牌 建筑物标志 获取了地理位置信息 可以说 信息无处不在 无人不用 那么 究竟什么是信息呢 信息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继续来听小达的故事吧 小达在教室里遇到了小雅 嗨 小雅 你也在一班 是啊 我们还有一个初中同班同学也在一班 你猜是谁 初中同班同学太多了 猜不出来 是个女生 女生也有很多 你给点提示吧 短头发 还是猜不出 再提示一下吧 和你一起参加过科技社 是小月吗 猜对了 在猜名字的过程中 小雅不断给出提示的过程 就是小达不断获取信息的过程 随着信息量的增多 小达逐步明确了同学是谁 最后猜出了名字 因此 信息论的创始人湘农说 信息是能够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 相农关于信息的定义揭示了信息的作用 也提供了一种衡量信息的方法 推动了整个信息学的发展 由此可见信息的重要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里 很难想象没有信息 我们将如何生活 它和物质 能量 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 滥以生存和发展的三大资源 生活中 我们无时无刻不再获取这信息 获取大量信息后 还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 小达猜名字的过程 就是信息处理的过程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 小雅说 是个女生 这时 小达是在倾听小雅给出的提示 这个过程是 获取信息 然后 小达的大脑记录小雅给出的提示 这个过程是 存储信息 接下来 小达和已有的人物形象 进行比对 判断 这个过程是 加工信息 最后 小达口述猜测结果 是小月吗 这个过程是 表达信息 在这里 小达和小雅是面对面 通过语音进行交流的 这个过程是 传输信息 人们把获取原始信息 对它进行加工处理 使之成为有用信息的过程 统称为信息处理 其主要包括 人们对信息的获取 存储 加工 表达 传输等 小达在猜名字的过程中 使用了大脑 耳 口等器官进行了信息处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很多情况下 我们还需要借助一些工具 来完成对信息的处理 比如开学后 学校要为每位新生 制作一张校园卡 校园卡上 有学生的照片 姓名和学号 要制作这样的一张校园卡 需要借助哪些信息处理工具呢 小雅 你来说一说吧 可以用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 计算机等设备 那么 在制作过程中 需要完成哪些环节的工作呢 请小达同学来说一说吧 先是用数码相机拍照 然后存储照片 再用图像处理软件处理照片 设计版面 形成校园卡设计图 最后将校园卡设计图 发送给印刷厂 还有同学要补充吗 除了拍照以外 还要输入姓名学号 并将姓名学号 存储在计算机中 你们交流得很全面 那么他们所对应的 信息处理的过程 分别是什么呢 请小雅同学来说一说 老师 我认为第一 第二步是信息的获取 第三步是信息的存储 第四 第五步是信息的加工 第六步是信息的表达 第七步是信息的传输 小雅同学分析得很好 由此可见 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 一般也包含了 获取 存储 加工 表达 传输 等几个过程 无论是人处理信息 还是使用计算机处理信息 为了方便信息的存储 检索和使用 常常要对信息进行编码 编码就是对原始信息符号 按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变换 校园卡上的学号 就是学生在学校的身份信息的编码 那么如何设计学号的编码方案呢 小达学校高一年级 有八个班级 每个班级有32位学生 怎样设计学号的编码方案 同学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 一要考虑到全校所有的学生 二要尽量解决 小雅 你来介绍一下你的设计方案吧 老师 我的设计方案是这样的 用四位数 比如1101 表示高一年级一班一号 第一个数字一表示高一年级 第二个数字一表示一班 后面01表示一号同学 有没有同学有不同的意见 小雅 我觉得你的方案有些问题 班级最好用两位数表示 我们学校现在是八个班级 如果学校以后要扩大招生规模 招收十个班级的学生 一位数就不够了 你说的对 班级还是用两位数表示比较好 用01表示一班 还有一个问题 你用意表示高一年级 如果明年我们升入了高二 是不是还要改成20101 我觉得应该用入学年份 来表示年级比较好 比如2020-0101 表示2020年入学的一班一号 小达的方案考虑得很全面 方便使用是编码的主要目的 小达 你觉得什么样的学号编码 才能方便人们使用呢 首先每个学生的学号不能重复 然后要有一定的规律 比如用入学年份表示年级 还要能扩展 比如班级编码用两位数 那为什么不用三位数呢 我觉得没必要用三位数 学校的班级数不可能超过99个的 也就是说 在编码足够用的前提下 位数要尽量短 小达同学很善于思考 在对信息进行编码时 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比如不重复 有规律 可扩展 尽量短 除了学号 你们还能列举一些生活中 信息编码的实例吗 请小达同学先来说一说吧 比如 身份证号码 我们学校的地址 每间教室外面挂的门牌号 都是生活中的信息编码 还有没有同学要补充 还有车牌号码 电话号码也是 生活中还有很多信息编码的实例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 再进行交流和讨论 人为了方便处理信息 需要对信息进行编码 同样 为了方便计算机等数字化设备 处理信息 也需要对被处理的信息 进行编码 这个过程也称为信息的数字化 现实事件中 有丰富多彩的信息表达形式 比如文字 图像 和声音 在计算机内部 它们是怎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我用键盘输入了小达的名字 这就是小达两个字 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形式 我们来看一看小达的照片 这就是小达的照片图像 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形式 我们再来听一听小达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小达 这就是小达的声音 在计算机内部的存储形式 同学们都看到了 无论是文字 图像 还是声音 到了计算机内部 它们都转化成了数字 而且 这些数字只包含0和1 这种数字形式称为二进制数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转成二进制呢 好 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计算机 是由电路组成的 可以将电路中的有电流或没电流 约定为用符号1或0表示 此外 电压的高和低 电容的充电和放电状态 都可以用1或0来表示 1或0容易对应电子元器件的工作状态 关于二进制数 我们下节课会进行深入学习 把各种形式的信息转化成二进制数形式的过程 就是信息的数字化 同学们还记得吗 制作校园卡时 需要输入姓名 用键盘输入 小达姓名的过程 就是文字信息数字化的过程 那么在校园卡的制作过程中 以下哪些环节也属于信息数字化过程呢 请小雅同学来说一说吧 我觉得用数码相机拍照 属于信息数字化过程 存储照片和用图像处理软件处理照片 都不属于信息数字化过程 它们都是对已经数字化的信息进行处理 小雅同学的分析是正确的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播放我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小达 属于信息数字化过程吗 小雅同学 你能回答小达的问题吗 播放小达的自我介绍 不属于信息数字化过程 用数码录音笔录制小达的自我介绍 才属于信息数字化的过程 看来 小雅同学对信息数字化理解得很透彻 今天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信息的概念 我们获取各种信息后 需要进行处理 使之成为有用的信息 为了方便存储 检索和使用信息 我们常常要对信息进行编码 计算机 作为我们常用的信息处理工具 在处理信息前 必须要对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形式的信息 进行数字化 为了帮助同学们巩固今天所学的知识 老师给大家留了几道题 请大家认真思考后回答 也可以找同学一起讨论 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都知道了什么是信息 什么是信息的数字化 在计算机内部 各种形式的信息都转化成了二进制 下节课 我们会深入学习各种进位技术制 还会尝试用二进制对信息进行编码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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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